有规律性 注意这是有规律性的 所以当你去发现这些规律性的时候 就可以提前去做一些交易的布局 第一个是八月中旬 日经指数下跌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是接近圣诞节与新年的这个时候 日经指数下跌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如果伴随日本政府 这种偏鹰派 我说的鹰鸽不是说的它量化宽松的以类 而是说在国家政策上的鹰派的时候 它更容易导致日本股票的大幅的下跌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子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日本投降纪念日 这个小日本是这些国家当中 我们就不再多涉及政治的内容了 总之这个国家还是 只需要强烈打击的一个国家 没有任何好感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 2016年的8月19号 那么在开始之初还是做一下介绍 Cold Trading金融交易学院是为个人投资者提供 投行级别的专业交易策略的金融交易机构 是澳大利亚证券公司集团的金融衍生品及其证券的操盘者 有着澳洲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协会的基金管理牌照 也是基金的操盘者 我个人是Cold Trading金融学院的创始人 是澳大利亚证券公司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的总监 CFAV注册分析师协会的认证会员 CCTV证券财经频道的特别分析师 那在今天的讲解过程当中 我们继续会围绕着我们的 游入门到精通我的大学的这个环节 带领大家去学习一个章节 可以致命的外汇保证金交易 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 会学习到事况的解读 会带领大家去学习 我们市场当中有可能带来的 这些交易的风险 以及亏损的方式 有几个 我们今天学习亏损指南 如何进行如何让你在外汇交易中亏损 实际上我们说我们去了解个人投资者 是如何亏损的 那么实际上要做的就是 如何用一种专业的态度 用一种专业的态度去减少 我们在交易当中可能产生的亏损 当然我也会根据实际的行情的运行 来去讲解如何去设定一个 比较好的风险回报比 第一个 杀手杠杆 外汇保证金是使用杠杆的 是使用杠杆的 那杠杆的计算方式通常有两大类的计算方式 第一种是平台给你的计算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平台经常会说 我们的平台是100倍杠杆 200倍杠杆 300倍杠杆 那这是交易当中的杠杆 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杠杆的计算方式 应该是根据你个人的仓位来进行的计算 比如说你有10万块美元的本金 去交易了一手交易 那每一手是10万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一个杠杆的倍数了 约略是10倍的杠杆 大约是10倍的杠杆 所以我们通常去计算杠杆的时候 再给大家一个公式 叫做一点一手10美元 行情每波动一点 如果你做了一手交易 它的波动量 给你的账户的盈亏比大约是10美元 好 来看一下现实中的交易 比如说我们在图形当中去交易黄金 我们用一个相对较简单的图 相对较简单的图去减少图形对我们的感染 那今天去交易黄金 我们仍然认为黄金是逢高做空的 是逢高做空的 在上周的时候 我们交易过几次的黄金的交易 四小时图当中我们数次的入场去做空黄金 那这些位置包括1345 1350以及1350的上方 那黄金在上一周里边 我们始终去关注的一个格局 注意我们从事后再去分析我们的所作所为 去找到中间可以去交易的点位 这是黄金的四小时图 这是黄金的四小时图 在上周分析的时候 我们依据了一个 就是假设我们进行裸K分析 假设我们进行裸K分析 我们不去看各种指标 单纯的K线 单纯的K线进行分析黄金的四小时图的话 在上周我们是这样去找到黄金的交易点位的 第一个在黄金运行的时候 前一周市场已经给明了黄金运行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偏空的方向 大幅下跌的阴线构成了黄金的主要运行方向 那当然这个阴线我们是交易到的 还记得吗 这个阴线我们的交易的时间 就是8月5号开始在1360的上边做空黄金 我们认为黄金长线是看空的 那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这一波交易我们是做到的 那么做到这一波交易的同时 怎么去影响和指引我们新的交易呢 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个充分的回调 或者去找到一个有效的破位 注意两个 第一个要充分的回调 第二个有效的破位 那在上一周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黄金是进行了充分的回调 它在回调的过程当中 一度到了618 764的这些位置 50的位置 在上一周我们发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线形 这个线形出现了在顶部的点次行情 在764的位置上出现了点次行情 构成了我们第一次在50之上的做空点 第一次在50之上 我说的50是1350的50的位置 就是在这里 我们把50的位置标注出来 这是50的位置 那第一次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交易在了50上方去入场做空 实际上第一次行情往上走的时候 做左侧的交易者 他的这个纸仓的心理成本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在50之上如果左侧的话 他往上走了大约7美元 70多点 好70多点 第二次再去做的时候 他的交易的质量就会好很多 或者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 采取右侧的交易 上去往下反转的时候 就去交易 他的50的位置就非常好 就非常好 那我们在第二次再次拉回的时候 也给投资人交易的建议 我把我们每一次 好 8月11号 这是我们在8月11号的时候 认为黄金在高位上应该去做空 黄金限价报的是34 我们值得注意的破位的1.33 就是我们在当时给大家投资的建议 今天建议黄金做空为主 回调到大型阴线的内部 1350的位置 或者有效破位1338的位置的时候 成为有效的交易点 8月11号 注意时间 那注意我们这个大阴线的线形 对应着图形当中的这个线形 对应着图形当中的这个线形 所以回到1350的时候 就是逢高做空的好点 那点次一下到1353 往下一走 下来14美元 140点就抓到了 就抓到了140点 接下来这个行情继续运行 黄金的行情继续运行 我们看到了在 随后的行情当中 再看 这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给出大家的sell zone 在给出的大家的sell zone 如果行有效拉回的时候 都是我们入场做空的好点 我们当时认为 认为就是 你注意这个分析是一天接着一天 每一次前一天的分析 既得到了行情的验证 又是你新一天交易的 好的交易的机会 我们认为在1340到1345之间 可能会出现黄金下降的第三波行情 给出了大家的sell zone 当然我们在事后发觉 整体的行情依然是看空的 这是被事实所证明的 虽然我们看到 这个行情有强烈的上涨的行情 但是最终 这个下跌行情 仍然是力量更强 方向更明确 那进入到本周 怎么去来看待行情 怎么去交易黄金的图形 对比其他非美 我们看到 其他的非美货币的运行的状况 有美元相对偏弱的这种感觉 有美元相对偏弱的这种感觉 但是黄金整体呢 也是在一个回调到 这个双K反转的内部的时间点上 所以我们认为 黄金如果就它的技术面分析 而言 它可能走出一个宽幅的三角形收敛整理 宽幅的三角形收敛整理 这个顶部边缘有可能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这种格局 也有可能这种 就是连接它的价格的高点 连接这些高点 形成了下降通道线 下降的趋势线 与连接低点形成的下降 这种上升的格局 构成的这种三角形整理 构成的黄金整体的运行的区块 那我们说这个区块是有方向的 它一边收敛一边朝下运行 我们认为它的交易的方向 仍然是偏空的方向 就技术面上而言 它的交易的方向 仍然是指向一个朝下走的运行的方向 这是我们对黄金整体运行走势的一个判断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刚才也需要和大家去做一个解释 我们今天的是General Advice 不涉及个人理财的规划和建议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交易的话 有效的这种反转区域 反转区域都是我们交易的好的区域 注意我们看到 在周五的时候 黄金走出了一根大型的阴线 这根大型的阴线在交易学中 叫做吞没状态 它叫做吞没形态 这个吞没走得相当的漂亮 大型的阴线被更为大型的阴线 被更为大型的阴线所吞没 所以如果就交易方向而言 我觉得它是清楚的 所需要投资人去做的动作 就是我们去选择 什么地方做空 是拉回做空 选择高点做limit sell 还是去做破位的空单 所以这是我们对黄金交易的主要方向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各个货币的持仓 各个货币 看一下黄金的持仓状况 这是货币的持仓 我们再增加一下黄金的持仓 谈不出来我们先看一下货币持仓的状况 那各个货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一下它的持仓状况 那加币实际上是中间比较难于交易的一个货币 最近也是持仓的这个状况好像并不特别 特别的明显 我们先来看黄金了 这是白银铜 黄金 这是 那这一部分就是黄金的持仓的状况 那non commercial的这一部分 我们看到做多黄金的人减少了9330手 做空黄金的人减少了1300 1594手 那我们看到做多的黄金的人 已经有了相当剧烈的减少的状况 相当剧烈的减少 每一个contract是100盎司 100盎司就一手的100盎司的一手 好那我们看到中间两相比较的话 我们发觉市场当中交易黄金的投资者 开始逐渐减少 黄金无论是多也好空也好 市场当中对黄金的关注度有所减弱 而且这种减弱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一种减弱的状况 特别是做多黄金的人开始有明确的减少 这个时间点发生在上周星期二 发生在上周的星期二 这与上周看到的剧烈的下跌的线性 也是有着一致性 也是有着一致性 所以基于刚才的判断 我们更加认为黄金在高位做空 除去符合基本面 符合技术面 就是它有几个符合点 第一个技术面上我们分析的黄金是看空的 筹码层面也是认为黄金是看空的 所以在本周我们看空黄金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 这是我们给予黄金交易的主要的交易的基调 怎样去做黄金 再切到一些 这是我们看到的四小时图 把这个图我们做一个 我把它发给我的助手 让助手了 然后去发给各位 我们刚才的分析内容 我想各位同学也已经知道了 我们基本面上是有些并不特别利空黄金 所以黄金会走回调 技术面上黄金是逢高做空 实际上筹码层面上也是看空黄金 所以本周交易黄金还是以高空为主 这是我们对黄金的看法 那具体接入到交易的时候 怎么去空黄金 那还是需要去找到一些空点和空的时机 我们想看周输轴线和周成本线所处的位置 是1340 所以本周行情可能发动的 发动的发动点可能就在1340左右开始发动 所以这个位置是值得关注的位置 那些使用建龙在田交易系统的这些投资人 使用我们在中级班和初级班讲解的交易系统投资人 去寻找那些位置 寻找双K反转的内部去做单 那如果我们去布局它的空单的话 我觉得如果它能够进入到 就是假设我们去左侧的去交易的话 我认为1345到1350区间都是黄金可以左侧做空的 甚至说如果价格能够再次回到1350 那一定是一个好的空的交易的机会 甚至不排除1340就开始逐击做空了 这个空区 这个做空的空窗大概有100点 早入场的投资人在享受行情先发优势的同时 也承担着止损比较大的风险 反过来说那些耐心等待的投资人会 有可能会丧失这次交易机会 但是他们的风险较小 就个人感觉第一波上涨完结之后 可能行情有第二波的上涨 就是上涨回调再上涨的一个结构 采取更为缓慢的结构上涨 逐渐的去触碰到1345形成 新的做空的交易的机会 所以这是我们认为它最有可能发展的路径 这是我们认为它最有可能发展的路径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 本周明显还是明星货币 盘整交易当中逢高做空黄金 是本周的明星货币 好再看 主要交易的货币当中 欧元也是一个好品种 逢高做空欧元 那上周点次的长上影线 那我们今天在解盘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语音解盘认为 如果能够回到高点 都是做空的好点 今天给大家的位置是1.1170 1.1180左右的位置 是欧元逢高做空的好点 最高的位置点到了1.1175的位置 都是高位做空的好点 欧元整体是往下做的 这一周交易欧元的向下的空单 我认为它的交易的机会也是比较多 只是有一点 只是有一点欧元的波幅很小 所以需要一些方式来去增加欧元运行的幅度 这些方式就是我们在上周给大家提供的交易 这是我们在上周周五和大家一起做的单 破位买入的欧元对欧澳的多单 破位买入的欧澳多单 很多同学不敢做破位 所以我们当时和大家一起做了一个单位的破位多单 破位的位置就是前期盘整的高点 前期盘整位置的高点 那破位的位置我们把它放在了1.4530左右的位置 现在是55 最高的位置到了1.4610 最高的位置浮动获利到最高的位置有80多点 我们在上周带领投资人去交易的时候认为 行情在盘整中拉回的低点都是买入的好点 1.4500这个区域我们做的不是第一波了 这是第二波1.4500的交易 这个区域是第二波了 我如果把图缩小的话 很多投资人一定还会记得 我们在7月初期做的这一波交易 在这一波交易 同样的这些交易围绕着1.4500的图形 同样的1.4500的图形在这里再次出现 在这里再次出现 所以我更感觉去交易欧元对澳币 这个图形还是有利可图的 它上去以后会有大约三四百点的行情 就像上次走出这波行情 295点破位之后会有200多点的行情 那这次破位如果澳币继续往下走下行的话 那这个破位会更加更加强烈 这个地方是欧元对澳币的底部区域 是值得关注的 值得关注的一个区域 好再看继续看直盘货币 继续来看直盘货币 我想有些东西可能并不喜欢特别做交叉盘 那这些交叉盘的思路是来源于直盘货币 然后再来看美元对日币 每日 每日在上周的时候 我们围绕着100 101的位置上 去做多美元对日币 现在的目前的价位100.90 再次回到了价格的低点 去测试周五形成的这个低点 我建议投资人在这个时间点上 交易每日的话 一定要找到极限位或者反转位 我们在这个图形当中 不要再去做暂时先不做这个抄底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四小时图当中 在上周五走出了比较剧烈的下行的走势 美元走出比较下行的走势 美元对日币的位置感比较好的 就是它处的位置是比较好的 但是注意到美元对日币的 基本面上的指引的方向呢 又产生了不一致性 所以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是 值得去观测的 我们在 我希望能够在15分钟或者说 半小时图上出现反转之后 再次去抓住它的 交易的入场机会 这个入场机会有可能会出现在100左右的位置 甚至不排除 我们上次说 甚至不排除短暂点次到100之下 然后再上涨的这种可能性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所以 这是我们对 这个图形的 我们对这个图形的 看法 我们看到 有同学说 强烈赞同 美国做的最好的东西 就是小男孩和胖子 我们有同学说 美国做的最好的东西 就是小男孩和胖子 小男孩和胖子是 美国在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的名字 当然我们还是爱好和平的 好 那我们来看其他同学 中间有提的问题 有同学说 我的四小时图 与你的不同 黄金的阴线 K线 没有通过阳线的尸体 各个平台 它的图形 有可能会不同 有的同学 它的平台的图形 有可能不同 但是 我们来这样看 大多数平台 它的小时都不会 不会产生 就是 小时图 不会产生变化 小时图 不会产生变化 如果不在四小时图上 看的话 你也可以在小时图上去看 你也可以在小时图上看 我们在中间看到 两根明显的线形 第一个是这根大阳线 第二个是这根大阴线 显然最后这根大阴线 是吞没了大阳线的尸体 所以 即便你在四小时图上 看不到这种吞没的状况 看不到这个吞没的状况 也可以在小时图上去感知 这种吞没的状况 比如说 我们把几根K线去 合并在一起 比如说几根K线 如果我们把这四根K线 算作一根K线 把这四根K线 算作一根K线的话 它就是一个吞没的状况 而反过来 假设我们把前边的四根K线 看成一组的话 如果再把 应该来说 还是一个吞没状况 就把这四根放在里边的话 它是一个 从这里起升到这里结束 似乎没有吞没 似乎没有吞没 但是下一根就吞没了 我想请同学们注意 你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看待K线 要有一种 能够把K线组合起来 的能力 和把K线拆分开来的能力 要看到图表当中 你看不到的东西 当然 我也有一些指标 可以帮助你 我也有一些指标来帮助你 比如说我们可以 使用一个指标 比如说我们可以 使用一个指标 那叫做多重时间框架的指标 这是 多重时间框架 叫做MatiK 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 我们如果输60的话 就是表示说 我们要看 一个60节 就是在60分钟的K线 那如果说 我们看240的话 就是一个 四小时图的K线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 变到五分钟图上来 五分钟图上来 如果我们变到五分钟图上 这一根K线就表示说 它在过去的四小时图上 它应该走成一个 什么样的K线 实际上它就是 每一根K线 就是把将来的一组K线 浓缩成一根K线 它就会走成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 需要有一种能力 就是把一些单个时间 结构上的K线 去浓缩为一体的一个K线 所以并不需要去特别的说 我的时间重是 东八区或者说东九区的 或者说东十一区的时间重 这都是可以一致的 这都是有它的一致性的 所以这是我们给 Stone同学的回答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黄金的走势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 美元对日币的走势 所以美元对日币的图形 美元对日币的图形 我们希望在底部去看到一些 反弹的 反弹的绩效和反转的绩效 如果有的话 那么每日将会重拾多头 英镑在上周的时候 我们给予大家说认为 英镑应该是逢低买入 逢低买入的图形 当然这种逢低买入 并不是我们在通常意义上 技术面上说的 英镑的图形产生了反转 而是说英镑产生出 利空出境的这种原则 那就目前而言 我们看到英镑逐渐去运行到了 1.29的这个位置上 1.29的位置上 本周的周输周线 也产生了下行的行情 单纯就短线的和中短线的交易来说 我们认为英镑这个下行的图 就是下行的通道 还在运行当中 高点越低低点越低 就是如果做短线交易的投资 还是认为说英镑还是在朝下走 那当然有些做 做长线布局的 我觉得英镑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呈现出底部的状态 底部反转的一个状态 那中间 有这些投资机构认知 比如说我们 我在去谈及到这个观点的时候 有投资人认为说 Kam老师高盛认为 高盛认为这个行情会运行到1.2 运行到1.2 或者更低的位置 会运行到一个欧美评价的位置上 那我更感觉说 我们在交易行情的时候 以交易实物为例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位置 包括这个线形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逐渐的去缩小 在接近底部区域的时候 日线图逐渐的去缩小 而且变成了一种越来越小的 一种收敛的状况 下行的动能逐渐在减弱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去推测这个位置 可能会产生反转的行情 当然如果反转 如果反转一定是从 四小时级别上出现一个强反转 比如说今天四小时突然出现反转 那出现的周 出现周输轴线 出现1.2940左右的位置 如果上破的话 那这个英镑的上涨的行情就会产生了 所以我建议投资去容忍英镑的一个上破的行情 要求英镑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上破的话 那么就可以去交易它的多单 如果它继续往下走的话 我们就将这个上破的多单的位置逐渐的下移去找到 我们入场做多的一个最佳点位 当然有同学说 英镑如果去多英镑的时候 我心里有负担 因为它是有些逆势的 我的心里有负担 那么在多英镑的同时 可以去空一些比较空的货币来作为它的配比的这种对手盘 我们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几个交易的建议 我们说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货币对是挺不错的 就是欧元对澳币的多单和英镑对纽币的多单 我们刚才我们看到了欧元对澳币的这个多单 这是在运行 英镑对纽币 其实这是英镑对纽币的单 这是英镑对纽币 这是英镑对纽币的图形 在上周的低位去入场 那这周行情有 英镑对纽币的走势不及 我们最强烈推荐的欧元对澳币的走势更为明显 所以欧元要会更好一些 傍纽这个货币对的稍差一些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欧系货币走势还是偏强的 亚洲盘的澳币和纽币是相对偏弱的 这是在货币之间去做对比的一个比较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加币对日币 加日我们在上周交易过一旦 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大型的阴线 出现了大型的阴线 这个阴线在运行的过程中 早盘有盘整 出现了又新的一波下跌的行情 我们认为这个 加币对日币如果回调到低点的时候 将会再次出现上涨交易的好点 去仔细观测一下加日 这个货币对是比较漂亮的一个产品 特别是在原油走出比较强的走势 原油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走势 现在原油在回调 原油顶部3K反转已确认 如果有投资人 只有原油多单的投资人 那现在短线就是出场 出场位置 我们在连续的两周里边去交易原油 也是从40 41 42 43 一直到了45 这个行情走的也相当的远 目前原油开始回调的时候 我们认为加日是逐渐可以去建立仓位的好时机 什么意思 原油价格不断的回调 回调到低点的时候 终将再次形成上涨的行情 那那个时候就是加币对日币 再次形成上涨行情的好的交易的机会 这是我们看到的眼见的一个交易的机会 原油也是本周值得关注的一个金融产品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图形 我觉得中间值得交易的 值得交易的 在今天里面值得交易的是 欧元对美元是值得交易的一个货币对 那我们认为高位去做空欧元对美元 是它的获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我们把它左侧直接去入场的单 可以放在80的位置到1.12之间 1.12到80之间 也就是说 再如果上来10点的话 那就是我们交易入场去空的一个好的交易的机会 我们把这个 我们可以把价格放在大约85的位置 上方给出35点止损 那下方的止盈位置 我个人感觉它的止盈位置 如果它能够有效的突破1130的话 它的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 当然那就不是日内交易 所以我们如果做日内交易 而且它的波幅比较小 现在的四小时图上它的波幅比较小 我们选择两倍波幅作为它的获利 只盈位大约是40点的波幅 40点的波幅 如果它运行到85的时候 我们把45当成它的止盈点 作为它的获利满足点 那止损点可以 因为这个止损点和前期的波段的高点正好一致 我们稍作上移 做一个微调 当然在接触到从上方开始向下运行的时候 这个入场单未必一定要到这个位置 出现反转都是好机会 还有这个出场单 我们现在给予的出场单 都是预估的一个出场单 所谓预估是大约会走到这里 如果行情真的运行开的时候 需要去做这个调整 有些同志可以分两单去入 我们刚才用的二 可以分两单去入场这个交易的单 另外还有一个交易的图形会 发生在黄金上 黄金今天在高位也是有入场机会的 我们把入场机会 如果左侧啊 如果一定要去喊单去找一个点的话 我觉得放置在 再往上走50点 它的成功的概率就变得非常高 就是如果你不盯盘 那就往上走50点 给予一个50点的缓冲期 去做单 好 美元队再看一下直盘货币的美加 美加也是在 美加这个图形 我们注意啊 在上次的时候说 上周的时候我们讲解 美加这个图形做起来 不容易做 为什么呢 它在图形当中 大阴线会被大阳线反转 大阳线又会被一些碎小线形所跌破 所以美加在这一段时间的交易的质量是比较差的 我们建议如果交易美加的时候 采取极限位置 做盘整行情 比如说出现双底的格局往上做 出现双底往上做 我建议投资人去交易美加的时候 可以先不用这种顺势交易的思路去交易美加 因为美加本身的行情走的就特别的波动和盘整 这是我们对美元对加币的看法 美瑞的图形走的也并不是特别理想 上涨盘整 双底结构 颈线位置在输轴线 上破之后会有好的交易的机会 如果有上破会有好的机会 如果有拉回 也是逢低买入的好点 看一些交易系统 我们切到交易系统当中来看一下 交易系统只是 交易系统如果短线结构上 只是它是偏空的 只是它是偏空的 美元对瑞朗偏空的这个图形 我们看到上方的这个带还是比较水平的 所以它的空单并不是理想的 不是一个理想的值 看一下美日 美日也是脱离比较远 乖离过大的一种状况 欧元对澳币 欧澳倒是一个再次入场做多的好机会 上涨拉回 如果有补充仓位的投资人 我觉得在这些位置上 可以做一次补充的多单的加码单 我们在上周的时候 交易了它的第一单 浮动获利有80多点 现在浮动获利有30多点 同时又在底部去出现 阳线形成的反转状况的话 可以在这边去补刀 再增加一个多的仓位 在上周 指引止损的位置设置有多种方式了 我们把这个止损设置在 比如说设置在 现在先放在00 指引的位置可以先设一个遥远的指引位置 我讲的遥远的位置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并不一定在这个短线上就想把它指引 但是假设行情忽然一下到了 我们也是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第二波的头寸 建立了第二波头寸 指引位置放在了一个比较遥远的位置上 假如它到达 那就到达 那我们需要的同学们做的是盯盘交易 如果你觉得这个200的位置比较远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放置在前期的高点这个位置上 也是可以的 就是在周五的 就是今天的高点的位置上的时候 获利大约30点40点的位置上也是可以的 当然那样交易的话就交易成了一个日内单 就交易成日内交易 而不是中长线的交易 这是我们看到的 其他的查盘当中 各有行情 还是在思想时度上来看一下 澳币对牛币 澳牛的图形 澳牛也是相对来说偏空的 澳币要更弱一些 澳币对瑞士法郎的图形 澳日也是相对比较偏空的 澳日偏空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货币 澳币对日币在本周里边 我们感觉到它有可能会呈现出明星货币的态势 就像是上周的加日一样 如果破位或者有效拉回都会是好的交易的图形 颈线位置已经突破了 澳币对日币的颈线位置在上周已经突破了 高位盘整拉回到七八的时候出现双顶 大阴线下破 那今天我们说如果能回到七七八五 就是往上走的话 如果回来或者破位都是好的交易机会 澳日可能会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状况 我觉得澳日的交易可能要比其他的直盘货币要更理想 就是比澳美和美日会更加理想 所以综合所述 我们看到今天的理想的货币 有欧元的高位做空 英镑的底部有可能产生的底部的区域 我们看到澳币的高位做空的澳币 美元对加币的交易状况并不理想 美元对日币需要去认真的观测它的底部的形态 除此之外 加币对日币等待它 等待它这种回调的结束 出现好的交易的状况 七七七五可能会呈现出好的交易的格局 我们在上一次交易 就是上周交易的时候 其实要交易的就是在七七七五做到了七七八七五一百点的行情 这一次如果再次回到原来的支撑原来的主力支撑支撑 如果在这个地方反复的撑的话 七七七五将会成为再次交易的入场点 黄金也是也是在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个货币 高位去做空的 目前黄金已经出现了一些 一种停滞走势停滞的一个 走势停滞的一个图形 如果耐心的人就在这等一等 看看能不能上到四五 等不到的话 就在目前的位置上去寻找交易的机会 还有学过交易系统的投资人 就按照我们讲的个人去寻找 比如说你们学过初级班的威问系统的 学过中级班的建龙在天等等的交易系统 就按照这些交易系统去寻找它 当然黄金在今天的图形当中 给予的交易的方向 就是给予的交易方向是偏空的 那高位做空也是比较理想的空的点位 今天在这些位置上做空 也都是相当的漂亮的一些空点 摆当类指标的高位等等等等 都是空的一些结构 所以黄金按照交易系统去做单 半小时图级别上 半小时图级别上 我们看一下 黄金的走势 我觉得黄金的走势 在半小时日内交易的图形 虽然做空 但是还是没有走完 所以我建议 这是一种盘感 我建议投资人去更好的交易的策略 是寻找在四五左右的这些空点 在高位上的空点 而不是 不是维问给予的交易的级别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今天在中间 我们的理论部分 在明天我再和大家再去细讲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的行情也比较多 走势的状况也比较丰富 在周一的时候 多讲一下这部分内容 明天我们和大家讲解说 最佳保证金的证金杠杆 知名的组合 别低估杠杆 另外明天的时候 我们再次和大家去一起 检讨今天的交易 再去展现出 我们在交易实物当中 有哪些的获利的机会 在上周的时候 我们交易的状况 也都是非常良好的 各个货币走势 特别是交易 我们指出的明星货币 黄金 加日 欧澳 这几个明星货币 都各自走出了上百点的行情 在本周的时候 这些明星货币 仍然会走出 一些理想的交易的状况 我们拭目以待 这些好的交易的图形 好 那最后一段时间 给大家留一些提问的 留一些提问的时间 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在软件当中 向我提问 或者在微信群中 向我提问都可以 包括你们在交易当中出现的 这些交易当中出现的 这些状况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参加学习的这些同学 一定要每天都来学习 特别是准备认真做交易的这些投资人 更应该每天都去 去关注到市场当中的走势 有人说熟能生巧 情能捕捉 每天都在市场当中的时候 才能够找到市场当中的脉络的规律 否则的话 偶尔听一天 不听一天 三天打约 两天赛网 是学习不好交易的 特别是在交易的初期阶段 有投资人问说 澳币对加币 澳加的看法 交加盘当中 这些货币的走势规律 我们先在四小时图上看 单纯的去分析它 而不做基本面的分析 那当然每个货币 在基本面的走势上面 可能会有不同 我们现在先不去研究 他们各自的基本面 单纯来看技术面的图形 我们发觉澳币对加币 现在在上一周 以及上两周之前 这两个货币走出了一个反转的行情 也就是说上一周 在顶部形态完成之后 澳加的下行的走势 几乎反转了之前价格的全部的上涨 也就是说一周上涨 第一周呈现出上涨的行情 第二周 也就是说上一周呈现出下降的图形 那进入到本周 价格运行的最有可能的走势 会回到高位 然后再重新走第二波的下跌行情 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价格往下运行的时候 澳加单纯的技术面在往下运行的时候 初期的盘整盘整的破位 破位之后 这个图形一路下行 没有呈现出回调的走势 注意这个行情往下走 最主要的贡献者来自于加币的强化 来自于加币强化 我们在这个动作当中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在做了 是加币的多单 做了加日的多单 也是做多了加币 另外伴随着澳币见顶之后 从77的高位落到76 七级的位置上的时候 两种力量呈现出了一致性 所以我认为目前的状况 会出现一个反弹的格局 这个反弹格局不是澳币反弹 而是加币出现反弹的动作 会给你将来的再次入场的交易的机会 我认为这个图形是偏空的 这个图形代表的行情是偏空的 所以在本周的时候 我建议如果去交易澳家的这些投资 耐心去等待一下 看有没有1的这个位置上的空点 有没有1的这个位置上的空点 大约是在这里 那如果没有1的话 那就寻找在周成本线 和这个输轴线之间 寻找这个空点 大约是在9975 价格高过9950到9975之间 都是一些交易的好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有投资人说 我们按照交易系统去做单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那我们注意到交易系统 那价格回到这个图形当中的时候 回到这个图形当中的时候 就是好的交易机会 日内交易 你就把握住 那你看刚才他也接近到这个区域 我认为这一波行情可能再往上走一些 走到这个阴影区域的中段 就会找到这个好的交易的格局 这是飞龙在天的一个交易系统的实际的案例 去找这些位置 输轴线 周成本线的关键的位置 会形成交易当中的好机会 白银的图形走的还是比较散乱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白银 我们看到图形走势是 是看空的 是这个图形是偏空的 下方又受到一个趋势线的支撑 单纯 我们单纯分析白银 注意白银这个产品有它的特性 我们分析白银的次数非常少 原因就是白银几乎没有基本面 白银几乎没有基本面 而且白银和黄金有一些不一样 白银既跟着黄金走 又还没有黄金那么强烈的避险属性 这给了白银额外的波动性和投机属性 白银有一些工业用途 那在这个图形上单就单纯的技术面走势 我们显然这个白银是偏空的 而接近底部的形态的时候 接近底位的形态的时候 这个偏空的格局可能会受到下部的支撑位的支撑 所以白银目前我建议如果去交易白银图形的话 它在图形上我们希望在这个位置上 形成一些比较强的阳线去低位去买入它 至少不太合适去中长现在布局白银的空单 就目前而言我们看到白银底部 已经逐渐运行到一个底部区域了 就是逐渐已经运行到的底部区域 而且底部区已经出现了一些顿化的现象 所谓顿化就是进入而不远离 进入而不远离就是顿化的现象 所以白银有可能在19.5019.60的这些位置上 出现支撑的位置 那投资人如果认知到白银有可能出现支撑的话 甚至不排除说白银与黄金做对冲 就是高位空黄金的同时低位去买白银 做一个对冲去 相当于说就有一个货币队 这个货币队是金银金对银的货币队 金对银的货币队 空金而多银 这种对冲也是一种策略了 这是我们在四小时图上看到的白银 白银比黄金的图形走得相对要乐观一些 这是技术面上的 技术面上对白银的分析 白银的走势会更复杂 波动会更大 这是我们对白银的看法 我们对白银的看法 所以同学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逐渐去形成这样的一种思路 第一个我们每天的课程要一直去跟随的去听这个课程 二呢在学习交易的过程当中 一边去模仿老师的思路 一边去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一套交易的思维的方式 因为交易本身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一些有些问题是有确定答案的 有些问题特别是在预演将来推测将来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只有一个有可能的概率 所以在每天的不断的去学习我思路的时候 去做一种查漏补却 对我的思路的查漏补却 建立你自己的逐渐去建立你对行情自己的认知 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初期班上课的时候给大家一个要求 就是逐渐要将外汇的卖动规律融合到自己的身心卖动当中去 我也把这个要求去给予我们现在所有的在听晚间解盘的这些投资人 将外汇的卖动股 这个运行的卖动规律 去融合到自己的身心卖动当中去 需要一定的时间 需要大家每天的每天的参与 需要不断的去总结和调整自己的这种交易的习惯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各位投资人如果有问题的话 有同学问到欧元对日币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对日币 我想这样去讲解 四小时图当中的Z模板是在 非常多的交易系统的一个融合 非常多交易系统的一个融合 我们在中级班的 十套交易系统 十套交易系统都在这个上面有所体现 那我们去研究欧元对澳币的时候 就是欧元对日币的时候 抛开基本面不谈 就是我们不去谈基本面的时候 单纯就技术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以下的一些内容 首先下方的支撑位置 有上方的梳轴线与周成本线 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趋势行情的话 它应该逢高做空 可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日币 是盘整行情 经常我们会使用一种方法 去来测试它是盘整还是 它是盘整还是 它是盘整还是趋势 我们用这个图形去量它的话 我们发觉这已经是1.5了 还不能够涵盖行情的全部 我们认为这个图形在运行的时候 是一种盘整行情 并且有微弱的偏空走势 所以在这个图形中 我们就应该用盘整的方式 去来对待欧元对日币 如果欧日是盘整 那我们更倾向于 在极限位置去做交易 那它在极限的低点去逢低买入 或者在极限的高点去逢高放空 另外还有它的盘整的方向是向下的 那表示说将来欧日 有可能会产生反弹的向上格局 我不认为欧日是向上做的最佳的货币 因为欧元比美元还要弱 所以做欧日的多单的状况并不理想 也就是说欧日这个货币队 不是我们追寻的明星货币 为什么我们反复去推荐 跟大家说加日不错呢 因为加币伴随着原油 加币本身是强的 而欧元本身不强 我们希望去买强空弱而欧元不强 所以欧日的这个货币队不太好 当然有些同学说 我就喜欢做盘整 来来回回做反复交易 那欧日就是一个好货币队 喜欢做趋势 就是在思维理念上和我的理念 就保持完全一致的这些投资人 应该会认知到盘整行情 不是我们的主要的交易 举例啊 在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欧元对澳币 有些人就喜欢在这个来回当中 去做这个交易 上下下交易 那没错也可以了 但是我们做的就是 会做底位做多或者破位做多 甚至在高位还会加码的这些单 就是更为向我做的交易 在我们的课堂当中 去寻找这样的单 我认为它的获利的绩效会更好一些 交易的状况会更好一些 这是我对欧日的看法 好,谢谢同学们采语 谢谢苏同学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祝各位投资交易顺利 谢谢大家 好,谢谢 老师还不能玩呢 老师还不可以玩 还有几个小时呢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